道风不大 脸上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你知道得罪吸血王族的下场吗 查尔亲王声音愈发冷了起来 道风嘴角扶起了一抹微笑 左手抬起 捏成了一朵黑色的莲花 对着查尔亲王的脸庞打下去 查尔亲王张嘴喷出了一口血光 与黑莲撞击 一道似乎恐怖的冲击波蔓延开去 这一种幻化的波动完全人 普通人完全感受不到 但是在叶少阳等一干法师的感受中 却是好像刮顾了一股飓风一样 叶少阳急忙做法不知节节 在身前挡住 等着一股冲击波过去之后 宁神再看过去 查尔亲王正在被一群血蝙蝠拖着 朝着远处飞顿 道风凌空追赶过去 挥动大神鞭 对着查尔亲王的脑袋一鞭子打下去 弄死他 叶少阳跳起来 对着道风喊道 查尔亲王也意识到了危险 猛然转身 对着道风伸出一只手 身边那数不清的血蝙蝠一拥而上 组成了一朵星云 为查尔亲王挡住了这一击 喷里声巨响 所有血蝙蝠在一瞬间被震碎 血肉如同水雾一般在空中旋转 羽毛纷飞 速速落下 查尔亲王的身影已经顿走飞远 道风瞥了一眼 没有追过去 而是从袖子里面取出了血海万魔帆 将这些血蝙蝠的血肉 魂里尽数地收了进去 道风悬空而立 这个样子看上去充满了邪性 宛如一尊魔神立在半空中 叶绍阳和林三生 对这一幕是见怪不怪 不过伊瓦等人却是震惊不已 蒸蒸地看着这一幕 查尔亲王一直飞到了百米之外的 一栋大厦的楼顶 落在地上 胆息跪下 在大厦的边缘 站着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青年男子 怀里抱着一只猫 正是之前被伊瓦所杀的死灵猫 此刻蜷缩在男子的怀里 望着人的小楼那边 喉咙里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声音 男子轻轻地抚摸黑猫 目光锁定道风 说道 他不是法师 查尔亲王半跪在地上 周身浮起黑光 不断地修复着破碎的皮肤 喃喃地说道 不是法师 却是我们的敌人 未必 这么骄傲的人 不可能为凯瑟琳埋名 更不可能一只守在他身边 查尔亲王听见这话 自有所悟 另一个法师 杀了我们极为领主 和大批奴婆 也不可小事 男子微微汗手 谈吟半声 说道 吸血鬼王族的敌人 不会有好下场 下一次 我亲自杀了他 周温 转身朝着大楼对面飞去 二亲王狠狠地望了道风一眼 随后跟上 道风收起了血海万魔帆 朝着叶绍阳飞来 进入坊间 伊娃等人情不自禁地 后退了几步 道风也不看其他人 直接就问叶绍阳 怎么会弄成这样 叶绍阳怂了怂肩 一言难见 道风也不多问 你调戏一下 去清明界吧 今天不将 我得善后啊 明天再说吧 那我明天再来 道风也没坚持 转身又飞了出去 姚梦杰试图叫他 道风转眼间 却已经不见了 叶绍阳用力吐了一口气 对姚梦杰说 没用的 他是不可能给你当保镖的 姚梦杰目光闪了闪 咬着嘴唇说道 有什么能够打动他吗 叶绍阳摇了摇头 这也就是赶上了 道风才会出手 他永远不会为任何人卖命 就算自己让他留下 也是不可能 林三生说 少阳 打电话给谢警官 处理善后 叶绍阳这才回过神来 这外面这么多尸体 确实是需要善后 不然明天一早 被周围邻居看到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大案 到时候再想捂 就不一定捂得住了 当即拿出手机 给谢雨晴打电话 让他立刻带人过来 谢雨晴简单问了一下情况 表示马上赶来 放下手机 叶绍阳皱着眉头说 我真不知道 这么多吸血鬼的尸体 要怎么处理才好 尸体太多 估计谢雨晴那边 也不太好 完全当成灵异事件处理 伊娃听他这么说 回道 吸血鬼的尸体 是不用管的 怎么不用管 外表不都跟人类一样 叶先生 你看看窗外 一娃一脸神秘地说道 叶绍阳狐疑地 身头望了去 顿时就懵了 楼下之前 堆积如山的 吸血鬼的尸体 全都不见了 化掉了 叶绍阳仔细看 地上似乎跳动着 一些很小的黑影 有十几只只多 不由问道 那是什么 伊娃说 窝里也有 看你脚下 叶绍阳低头一看 自己脚边果然有几只 竟然是一只只的蝉蜀 仔细看 身上的疙瘩都是红的 个头挺大 在墙角里蹦得来蹦得去 叶绍阳隐约想到什么 吃惊地问一娃 难道是 这些蝉蜀 是吸血鬼死亡之后变化的 看着一脸茫然和震惊的 叶绍阳 伊娃继续解释道 这是上帝 对吸血鬼的诅咒 吸血鬼死后 在半个小时之内 会变成蝉蜀 世世代代 都是蝉蜀 世世代代 叶绍阳皱起了眉头 难难道 不如轮回吗 聂先生 在我们西方有句话 上帝的归上帝 真主的归真主 就算是吸血鬼 曾经也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有资格 对他们进行裁决 叶绍阳缓缓地点头 的确也是这样 每个宗教的主宰 就像人间的国度一样 有不同的体制和律法 分管自己的子民 华夏国的人 如果在国外犯罪 也要受到别国的法律制裁 不过一般 如果没有更改国籍 最终还是会发往 原属地服役 这就像是那些吸血鬼之类的 就算是在华夏国死亡 其魂魄或者元神 仍然会接收到 西方宗教的力量来处置 就算逃过了 被阴司抓到 像这种 还是会被送往原籍 提到这个 叶少阳又想起了 华夏殷司的历史 据传说 自红军老祖开始 殷司最初也如人间最初的 士族社会一样 只有轮回大道 并没有健全体制 后来三清立教 子为天帝 化身明帝 也就是封都大帝 率领人教执掌殷司 直到后来佛教入驻华夏 也建立了一个 类似于地府的所在 与阴司分庭抗礼 各自接引信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